当地时间6月20号至21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访问德国期间 赴巴伐利亚州参访 李强甚于当地时间20号下午 离开柏林抵达木鸣黑的 巴伐利亚州政府为李强 举行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欢迎仪式 在会见巴伐利亚州州长 索德尔时 李强表示 巴州对华友好合作历史悠久 成效显著 是推动中德经贸合作 和地方友好的先行者 中方珍视同巴州的传统友谊 将继续鼓励双方友好省市 巩固互信 拓展交流 深化合作 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欢迎更多巴州企业来华投资新业 推动中德务实合作 既往开来 再谱新篇 索德尔表示 巴伐利亚州不会忘记 中国为巴州抗击新冠疫情 提供的有力支持 巴州反对脱钩 支持合作 主张开放市场和技术 协同中方深化经贸合作 加强地方交流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巴州敬佩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 愿做可靠的合作伙伴 在宝马世界展示中心 李强在宝马公司董事长 齐普策陪同下 参观了智能网联汽车 新能源汽车等展区 详细了解电动汽车发展趋势 新能源开发 无人驾驶等方面情况 李强希望宝马公司继续坚持 加在中国战略 做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同路人 齐普策表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就是宝马公司的发展进程 宝马公司将继续为深化德中合作 做出积极贡献 在西门子公司总部 李强在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博乐仁陪同下 观看了市内垂直农业数字化企业体验中心 自动分解机器人 高端核瓷共振设备等技术和产品展示 李强指出 利用数字技术为中小企业赋能具有重要意义和广阔前景 希望西门子同中国伙伴拓展产业数字化 绿色低碳转型等新合作领域 取得更多共赢成果 当天 李强在结束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 并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后离开慕尼黑 巴伐利亚州政府代表和中国驻德国大使吴肯等到机场送行